故事来了 是这样的 我之前有一个电台给我有个采访 中间一直聊天 聊到最后我跟电台的音乐老师 现场freestyle jam 了这么一段 我通过一拉罐 开啦 捏啦 然后拍桌子 还有 响指 这些等等这种声音 去跟他现场合了一段freestyle jam 哦 因为其实我这次主题主要就是用 身边的东西去演奏出这个节奏 这个beat 所以我在前段时间自己在舞房里面 用手机放在那边 我通过咬那个 那什么 薄荷糖 通过打安全门 然后买了个那个啤酒瓶在那边敲 等等这些东西去拼掃出了 大家听到的 这些很强的拍子 所以说里面是充满了我自己的 我对音乐的一些理解 一些flow 对 很有想法 很有想法 他说话好快 今年不太自闭 谢谢 哦 音音你这两年啊 变化太大了 你说话太快了 现在 说话太快了 我好说的又快又长 只能用在集体坐下来了 听说之前说一拿麦克风 大家要坐着等他慢慢说 好 你们可能不知道 叶音最开始来这个节目时候说话是多么费劲 交给叶音 来 叶师傅 我要说话了 怎么说的 我要说话了 怎么说的 首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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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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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没首先就 我们大家 听得到吗 然后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叶音进化 画劳叶音 除了练舞还练嘴皮子了 因为其实也是这个音乐 我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在里面 很有想法 很棒的 好的 恭喜叶师傅进局 谢谢 叶师傅 i understand why he's one of the winner i wish i can you know exchange more with him because he's so wow so crazy and the smile you know we have the same smile 过奖 哎这个音乐如果 如果有机会的话 谁可以啊 他可以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哈哈哈哈 哎表演一下可以 只是表演一下可以 表演一下 只是表演一下 表演一下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不会上的 哈哈 那来啊 来 来 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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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有面子嘛 对不对 不算的啊 不算不算啊 不算啊 这个不是 这这这这一段 肯定节目给你敲了 敲了 敲了我上去了 杰哥 你提醒一下好不好 那会儿 噼里啪啦 啪啪啪那种地方 哈哈哈哈 好 虽然是我自己演奏出来的 但是要我第一次我在 从音响里放出来这个音乐 我去跳的时候 也是 好多抓不中 挺期待看到别人跳我这个音乐 会是什么样 就是如果要跳他这个音乐的话 那就必须是 反应超级厉害的这种人才可以跳 就比如说我这种 好 来 音乐 哦 啊 哈 好 嘿 好 Go 太棒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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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 吓死我了 捏了个神 他并不是这么严重 他有了很多机会 这首歌曲的开玩笑 他非常享受 当然 这首歌曲的开玩笑 谢谢杰哥 辛苦了杰哥 幸好 杰哥还要强调说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这么累 真的 太难了 猜得太难了 一个番如果要猜对了 那就炸了 因为他是自己的 flow 自己的节奏 这个音乐的下一个点在哪 跟你完全不知道 很累 这个地方很累 就是 就多跳几次 那个白头发肯定就很多